大家早上好 最近过得怎么样 昨天傍晚我们这下了一场非常大的冰雹突然下起来 然后呢 我看到网上很多人家的 车呀房子全都被砸坏了 车窗有的车窗被砸坏 有的房子的塞令被砸漏了 其实当有大风或者是大的冰雹的情况下 你确实应该检查房子周围 尤其是屋顶 屋顶有可能被风吹开 吹开一个角或者中间吹开啊 这时候都需要去 做及时的修补 否则的话时间长肯定会漏的 我认为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 因为很容易从屋顶掉下来 我不建议你尝试去做 但是呢 如果你身手敏捷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像我一样哈 可以试一试 没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准备上房顶了 梯子已经架好了 刚才呢 从那个方向上 上到屋顶之后感觉一阵妖风 我瞬间就怂了 结果下来了 那么如果你找人做的话呢 这边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找着这个公司的资质怎么样 如果你雇佣的人在你家受伤的话 你要负连带的法律责任的 也就是说你要负责他的 伤残 如果他自己没有保险 那么这个责任就落到屋主的头上 这样的话呢 打起官司来非常麻烦 怎么见解contract的资质呢 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 有很多的点需要大家考虑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上屋顶了 现在呢 换个位置 从房子后边上 这是个deck 虽然从高度上来讲 他们差不多 但是总感觉有个deck心里踏实一点 那么第二次尝试 好了DIV军终于上来了 挺不容易的哈 那么上到屋顶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 好好看一看这个角度 如果你是第一次上来的话 好好看一看坡度 到这多抖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屋顶已经非常的老了 这个屋顶呢 大概我估计是20多年左右吧 已经超过20年了 正常屋顶呢 20到30年之间 那么屋顶老化的几个特点之一 就是第一点 这个上面的这个 小小球 小石头子 已经都掉了 那说明他的这个 瀝青瀾石的这个能力已经几乎没有了 那么第二点呢 是他已经微翘啊 这个边都已经开始翘起来了 那这个寿命也该差不多了 今天我们只要看有没有什么大的损伤 比如冰雹 把哪砸坏了 有没有 损失的 丢失的这个屋顶 那么另外一点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在 上屋顶的时候 不要选择天特别热的时候 比如现在的温度是十几度 那么如果你是30度左右的话 在这个时候上屋顶 那么很有可能把这个屋顶踩坏 另外一点穿鞋也要注意不要穿这种 特别硬的鞋 那么首先呢 看这个烟囱 这个烟囱有时候烟囱盖会 吹掉啊 如果烟囱盖吹掉是注定漏水的 还是很结实的 然后呢 下面的flashing 也都在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呢 就是烟囱的flashing 雨水呢 从这下来到这里 然后 水系到这里流进去 这里边有两层也没有问题 这么下来 然后上边 旁边也有这个胶 这个胶呢 虽然已经老化了 我估计是 胶还粘着 也不行了 反正 差不多了 上面这个胶呢 貌似是没什么大问题 还是可以的 那你在走的时候呢 也要踩一踩 屋顶是不是结实 有的屋顶 比如说它已经 开始软了 你感觉要下衬的话 那说明这个屋顶已经超 已经超湿了 那块的木板呢 也需要替换 那这个呢 是个排风孔 也没问题 那么你要看呢 就是屋顶的每个设施上边 这些 都是在flashing的 那么看这个位置 这个里面呢 已经都 翘起来了 说明它估计很快就要损坏了 之后呢 我们还要看 屋顶下边的 之后呢 我们还要看屋顶下面的阁楼怎么样 看阁楼里面是不是已经漏水了 如果漏水呢 屋顶要赶快修复 如果没有漏水呢 也许还可以停一到两年 由于上边的这个防滑的这个小狮子 附座能力已经不行了 所以说这个屋顶实际上比较滑 那么每一步行动呢 非常小心 尽量你就坐在像我一样坐在屋顶上 一点点前进啊 最好不要站着走 上面呢 这是排气管道 也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这个gatter里面旁边没有树叶 但是呢 这gatter里面装满了这个屋顶上掉下来的小石头 由于这个屋顶严重老化 所以说呢 清理这个gatter的时候就是要 把这些小的碎石全都清理掉 否则到雨水 堆积在这里边 是会漫出来的 容易寝食屋顶 有朋友在视频下面留言 能不能做一些关于屋顶维护的 视频 那么屋顶维护最常见就是gatter清理 如果你的房子旁边有很多扩越树的话 一年需要做一次到两次 那么gatter清理呢 我认为是一项比较专业比较危险的工作 我自己上去很谨慎 我建议大家呢 最好不要自己去做这个工作 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 因为一旦从房顶上 摔下来会非常的严重 好 我们到前面看一看 前面的这个 排气管道也还可以 没有什么问题 所有的这些 这些设备都是可以的 所有这些通风口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无疑就是屋顶不要老化了 其他的屋顶呢 也都状况 状况也不太差哈 那么同一个小区呢 屋顶呢基本都是同一时间建的 我们看到很多房子屋顶都已经换新的了 就说明基本已经到期了 有些房子没有换 多少差異差别不太大 那么看了一圈呢 没有发现明显的破损 但是已经实在太旧了 预计可能明年要把它整体换掉 好了 那现在下去 然后呢 检查各楼 好 我准备要上房顶了 上面呢是为了防止 头发进到 里面有玻璃纤维 这个呢是保证呼吸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呢是防止进到脖子里面 我看看鞋呢 要用裤腿呢 把鞋保护好 大家注意我脚踩的地方啊 你一定要踩到这个梁上 往前面还有一个梁 还有一个梁 你必须踩到梁上 否则的话就是你可能踩到砖帽上 如果你踩到砖帽上呢 我毫无疑问你就掉下了 这一点十分注意 然后还要注意点就是 屋顶上会有会有凸起的钉子 我建议你呢 你不妨戴安全帽 如果你不戴圈帽呢 要尽量小心 要蹲着走哈 在屋顶里面呢 你不需要移动太多 那么拿着你的手垫 在一个位置尽量照到所有的角落 重点考察木头 木头有没有发霉 有没有长毛 有没有变黑 尤其是烟子孔各种接口之后 有没有水渍 如果有水渍呢 说明曾经漏过水或正在漏水 每走几个格之后呢 停下来 然后开始观察 每一个格都要看到 然后走的时候呢 这个 地上呢还有电线 所以说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被电线绊倒 在这里面你不小心就会把屋顶踩漏 像这个地方 像这个地方更要注意 周围有没有水渍 如果有水渍呢 说明曾经漏过水 目前看起来一切都很好 除了检查木头以外 你也需要看看 insulation insulation像我现在这样 茫茫茸茸的就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insulation 已经变得 塌了或者是 感觉黏了 没有毛了 说明被水淹漏过 好 没有看到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往回头走 往回走也注意慢慢走 那么如果你发现问题的话 一定要记住 它的大概位置 在屋顶怎么积位置呢 你分辨好方向之后 上面的rafter 他们的间距是固定的 那么你数好第几个rafter 你就能大概 估算出它的位置 是在你房间的哪个位置 哪个地方漏水 你就要做相应的处理 在这时候就是要慢慢走 那么有的朋友就会说呀 这个工作啊 验方师的解决比较好 但是呢 呃我看过的大多数的验方师 他呢就是把头 探出来 他并不会真正的进到 i-tech里边 他呢就把头探出来之后 拍几张照片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工作如果想做好 还是需要你自己上来 好了 那么我们 已经检查完了 现在可以下去了 之后呢 之后呢把它放回来 它就是一个盒子里边 装的instolution 像个抽屉一样 把它原路放回来 然后呢四边可以打上硅胶 也可以不打没有关系 那么解决之后呢 没有关系什么问题 那么解决之后呢没有关系什么问题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登上来 咸 interesante 这样 很 那么